大家好,就是焦点视频,风评的时间 今天的录景时间就是10月26日,2019年 继续讲韩国瑜 前一两天,他去了云林 他又讲了很多东西 其中有一段,真是笑到别人黏了 他就发表自己的遗论 他去过国库的金行 他就进去看 他见到那些金,全部都是表面 已经是绿绿的色 不太好,这些钱来的 要用就要用,还富于民 学我们香港的某个政治人物 或者现在的政治评论家 我们还富于民 但当然了,这句话 讲完之后,就被人笑到仆值了 即刻那些金行,台湾叫银楼 出来就是笑了 就说,韩市长,你究竟懂不懂 那些金放得久,又怎会变绿? 怎会氧化? 如果会氧化的,或者会变绿的金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混了铜 那你是不是在说 我们的国库的金行里面 原来那些金是混了铜? 你不理解到韩国瑜的脑子里面 是装错了些什么? 我真的很难去想象 他是一个这么不认识的人 而他纯粹就是打着一个民粹 或者是因为有阿爷去支持 那就展开了他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旅程 那其实我觉得是真是一个 很悲哀的事情 如果他能够真是当选到台湾往后的总统 我觉得台湾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